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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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简单 就看他对家人的态度 因为在家人面前会卸下所有的伪装 面具 表现出一个人真实的一面 前几个月来了位新同事小张 他带同事谦卑有礼 带客户耐心礼貌 做事也很勤快 渐渐得到同事们的信任 有好项目忙不过来时 也会给他介绍 不过后来一些小事 让大家对他有了重新认识 有一次公司组织聚餐 可带家属参加 小张也忙前忙后 帮着张罗给大家点餐 对待每个人都很热情细心 大家喝得不亦乐乎时 小张妻子怕他喝多 多说了几句 而他脸色迅速拉下来 并训斥说 你这人怎么这么烦 我的事你甭管 女人家就是啰嗦 没事你先撤吧 声音虽小 却能感受到气氛有些尴尬 但他转过脸后 立马又跟同事嬉笑聊天 还有一次 上一秒给客户打电话时 他还和颜悦色 下一秒家人打电话进来时 他就显得很不耐烦 你又怎么了 这点事都解决不了 你还能做些什么 带孩子带不好 要钱的时候可是很积极 听得同事目当口呆 就算压力再大 这样怼家人 着实让人心寒 后来听同事说 有段时间他们闹着要离婚 还要女方给他精神损失费 看一个人的真面目 不能只看在人前的表现 也看看在家人面前的状态 张德芬老师曾说 越是要面子 喜欢讨好外人 获得认同的人 对自己亲密的人越不好 因为能量都用到外面去了 而面对亲人时 只好把负面性不耐烦地展现出来 一个人对家人恶语相向 对外人再怎么恭维 人品也有待考究 对家人的态度 背后隐藏着一个人的修养 别把坏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知乎上有人问 什么才是最高级的情商 有一个高赞回答是 即使是对最熟悉 最亲切的人 仍然保持尊重和耐心 但现实往往相反 对待陌生人 热情又耐心 但对家人却恶语相向 小说《围城》中 方红健和孙柔家的婚姻 因不被两家人看好 让两人受足了委屈 但却无处发泄 不得已 他们只能发泄在对方身上 跟太太发脾气虽不好 但方红健却总结出这样的好处 从前受了气 只好闷在心里 不能随意发泄 谁都不是谁的出气筒 可现在不同了 对任何人发脾气 都不能够像对太太那样痛快 父母兄弟不用说 朋友要绝交 用人要罢工 只有太太像河马史诗里的风神的皮带 受气的容量最大 离婚毕竟不容易 因为跟家人发脾气 不用付出太多代价 所以往往会毫无保留 随意发泄情绪 方红健失业后 孙柔家想让姑妈给丈夫介绍工作 方红健却不领情 嘲笑她靠亲戚找工作 骂她是亲戚的哈巴狗 孙柔家也不示弱 则挖苦 方红健 没啥本事 脾气到不小 骂她是朋友赵新梅的走狗 骂得不过瘾 她便直接嘶吼 懦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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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让我看到你这个懦夫 她仍觉得不够狠 顺手抓起一个梳子 便砸向她 一时嘴快 恶言泄恨 最终却让两人的关系陷入危机中 看过这样一句话 家人吵架不能说狠话 因为互相熟悉 每一句话都可能直戳对方的要害 比外人十句话的杀伤力都强 就算日后和好了 但伤痕依旧在 随意发泄自己的情绪 虽过后会风平浪静 但始终留下痕迹 诋毁家人的言语 虽只为一时泄愤 但不代表不会受伤 别等到关系疏远时 再追悔莫及 家是讲爱的地方 不是情绪的垃圾场 请别把最坏的情绪留给家人 家庭和睦 是一个家最好的风水 周国平说 对亲近的人挑剔是本能 但克服本能 做到对亲近的人不挑剔 是种教养 我们要警惕本能 培养教养 脾气发出来是本能 压下去是本事 无论在外有多大压力 面对家人时 依然合颜悦色 是一个人难得的修养 主持人李静 讲过自己创业时的故事 刚从央视辞职创业时 因经验不足 他的日子过得很惨 李静回忆说 那几年的日子太不好过了 最多时欠债两百多万 那时他每天顶着百万欠债 四处拉投资 陪广告客户喝酒应酬 然后再赶回公司开会 干节目策划和制作 创业初期 日子很苦 很难熬 他也曾喝醉过几次 崩溃痛哭过 但他从不把外面的压力情绪带回家 而是在门口擦干眼泪 调整好情绪 再走进家门 他换一种方式进家门 提前把消极情绪处理在门外 带给家人的 是一片和睦与平静 如今李静是身价数亿的女性企业家 但不管工作多忙 她仍然会每周留出一天时间 与家人团聚 对待家人最正确的方式是 把坏情绪留在门外 带好心情回家 喜欢这句话 不要只把礼貌和尊重给陌生人 不要把脾气和暴躁留给最亲的人 把好脾气留给家人 才会让家人之间和睦相处 曾国藩曾说 只有家和 自己在外当官或领军 才不会有后顾之忧 只有家和 自己才能在同僚面前 下属面前说得起话来 只有家和 才能福自生 福地福人居 福人居福地 和谐的家庭 是每个人休息的港湾 也带给家人繁荣生息 其实善待家人 才是一个家庭最好的风水 余生请对家人和颜悦色 论语为正理 子夏曾问孔子 何为孝 孔子的回答是色难 生活中最难的是 对最亲近的人和颜悦色 每个人生长环境不同 造就每个人的性格 脾气不同 难免在成长过程中受到伤害 但这不能成为 对家人横加指责的借口 无论生活如何对我们 我们都应该修炼自己 以笑脸回应家人 胡适曾说 世间最可恶的是 莫如一张生气的脸 世间最下流的是 莫如把生气的脸 摆给家人看 这比打骂还难受 真正有教养的人 懂得把好的情绪和态度 留给家人 和颜悦色的对待家人 就是最好的教养 一辈子很长 也很短 愿你我都带家人和颜悦色 温柔相处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